大家好,我是陈美濤 今天想說說各個版本的溫清清 在金融小說的女主角中 溫清清算是沒那麼出名的那個 那有哪個美女做過呢? 第一個溫清清是50年代的上官軍衛 她當年和夏萍成立了七仙女 亦做過72家房客的女主角 之後再拍《迫血劍》 就要到20年後 街市找了文雪兒做溫清清 當時她才16歲 剛剛出道就做女主角 扮相靚,演到溫清清的神韻 後來她都經常做女扮男裝 吊蠻活潑的角色 80年代,邵氏拍了一套《情合追風劍》 除了角色名不同 其實都是用《迫血劍》的劇情 不過就由《金蛇狼君》那條線講起 溫清清是扭扭 扭扭扭都做過黃蓉的 第二年,邵氏再拍《迫血劍》 這次就跟回原主的劇情 由袁崇煥遇害講起 不過,溫清清又變回文雪兒 可能她上次做得太好 這次又找回她了 去到85年,黃日華版《迫血劍》 莊靜儀演《溫清清》 莊靜儀也是美女 在劇中的打扮很吸引到觀眾注意 但她的氣質比較溫柔 不太像《迫血劍》那種刁蠻任性 反而同劇演《迫狗》的無順軍 我就覺得她比莊靜儀更適當《溫清清》 可能兩個演員調轉會好些了 去到90年代,《迫血劍》再拍電影 通常電影版劇情都改很多 葉全真在戲裡面雖然多性感 但她由夏雪兒的女兒 變成溫寶主的親生女兒 已經沒有了一節劇情了 性格都完全不像原豬 加上演阿狗的是張敏,非常吸引 大家更加不留意溫清清了 到林家動版,歐子欣做溫清清 其實她的演技不錯 演到溫清清的感愛感恨 和任性背後的善良 可惜她的樣子比較現代 輪廓硬朗些,穿古裝不太漂亮 同劇的阿狗還要是全盛時期的蛇絲曼 令歐子欣被稱為最醜溫清清 不斷被人罵 後來沒多久,她就退出娛樂圈 之後就有黃姓伊板 她就很適合做古裝 劇情設定都比較符合原著 黃姓伊做到那種會合躁會發脾氣 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就很分得清楚 而有真心愛原誠志的感覺 至於孫菲菲演的阿狗都漂亮 她作為亡國公主 稀則可憐又弱 和黃姓伊剛剛相反 所以兩個女生都很吸引 其實溫清清這個角色 是很難演得討好的 和其他金融女主角相比 她本身沒甚麼亮眼點 論美貌、論武功、論聰明 都不算出色 加上刁蠻恰燥的性格 有點擔不起大琦 最慘的是 她的情敵是阿狗 根據書中描述 阿狗才是傳書最美 溫清清作為女主角也不是最美 拍出來當然每次都被人搶鏡 誰才是你心目中的溫清清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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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